12月13号台东县有机农业发展协会 到台东县立委候选人饶庆龄的竞选总部加油打气 同时座谈交换意见 而前台东水土保持局局长有机农业推广达人杜丽华 刚好来台东一起参加讨论 水果的部分6万也提高到7万 各方其他的一个项目零零种种11、12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上我已经抗议了近10年 所以他们过来的 我看到他们非常用心 只是说他们没有扶上台面 他们不愿意到台面上 他们只要过日过生活就好了 参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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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样参丢人 怎样参丢人 怎样参丢人 有的人 他可能 他 心 心不在这里 心不在这里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 参丢人 谢谢 谢谢 杜丽华全力的推荐 饶庆林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饶庆林则向农友承诺 如果进入了立法院 将利用花冬发展条例 10年400亿的经费 来推出台东发展有机农业的 10年旗舰计划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六年多来 请你在基层打拼 基层努力 听到民众的声音 最希望解决跟改善的就是经济问题 他们的经济收入能够提高 那这个方向是非常全面的 我要求是在我们花冬发展条例 这10年400亿的部分 要求要对于农民来做一个10年的旗舰计划 尤其是针对我们有机农业的农民 来做一个长远的10年的旗舰计划 从生产加工休闲 最后到成为有机成为台东的一个代名词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 能够针对有机农民 还有其他的传统农业农民 来做更多的辅助跟辅导 长期的推动也将强力打造台东的有机农业 创造美丽健康家园 以及幸福台东 而协会除了聘请饶庆林担任顾问 也希望杜丽华能够担任 饶庆林就强调了 有机农业必须要有人代言 来关心小众农业 尤其是一般的农业补助 都会比有机农业的补助为高 并不公平 但是未来的发展 有机农业却是台东希望所寄 以上新闻东台宣众部的综合报导 好 庆林站不站 站 好 好 好